這個作法 我看過我的女朋友 我的以前的女朋友 WENTA ON YOUR LEGGIN 脫下來給我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啊 我再開車500多公里 是還要可以開500多公里 好幸運耶 好厲害耶 這是家人 他這樣磨磨磨 會不會到時候燒起來啊 有可能耶 火燒車 對啊 你算真的運氣很好 對 你好幸運喔 其實這樣聽起來 台灣真的比較好 因為什麼都便宜 國外反而就什麼都貴了 真的 台灣方面太多了 沒有 我一定要講一個東西 這裡就是特別是手將 就是開鑰匙 打開鑰匙 開鎖的 因為就是 我在台灣比如說 突然因為我常常鑰匙會不見 有時候就喝醉 我們就是一個不見鑰匙 一個不見身分子 還有人調東西的嗎 好驕傲 好驕傲 對啊 假設你常常忘記自己是誰啊 他還這樣很驕傲的時候 我就一直常喝醉 所以鑰匙常不見 不是啦 鑰匙不見了 但是像那個 如果我在台灣 簡單的鑰匙 就是那個幫我開鑰匙的時候 叫我打過來開一開 差不多好像五六百塊對不對 差不多 最高差不多五六百 我真的嚇到耶 因為有一次 而且十幾年前 我在日本 我記得福康 那個時候的女朋友家 那個時候就是 我要那個時候 好像要去韓國 所以就是 但是我的女朋友先去上班 然後呢 我剛好就是去買個東西 我在外面 回來 懂得意思嗎 就是剛好回來就沒有鑰匙了 但是我的 他就是不想讓妳進來 沒有 沒有 護照也在裡面 心理箱在裡面 完蛋 剛好我有手機打電話女朋友 她沒辦法 她開會 就是沒辦法接電話 所以我就是 我找人就是幫我那個 要收假 對 然後那個師傅來喔 看一下 這個鑰匙 因為那女生住的地方嘛 所以鑰匙比較複雜 她就去看看 這個可能就是 要有一點花時間 但是我不好意思 真的很急 她說沒關係 那我快試的開 大概也二十分鐘 開了 我很開心 謝謝師傅 多少錢 快贏了 嚇死人了 What 妳要先我加歌了 那個收費是比較貴 可是有的鎖的複雜的程度 也不一樣 不是 你要跟他說 我收費都沒有這麼貴 你怎麼會再說我這麼貴 對啊 但是因為把他鎖回來 他鎖回來 沒有 但是就是 他有幫我打開的時候 就是他旁邊可以 就是Copy一百鑰匙 但是以後送給我 但是問題是 那一天就是很急 太急了 如果沒有打高 我沒辦法回韓國 對啊 而且這個開鎖還有分喔 開完以後 還可不可以用 還是已經壞掉了 有的是 這個也是有分啊 對不對 因為其實開鎖真的是 因為我也常掉鑰匙 台灣很方便 沒有什麼會掉 我現在講有一次 我是因為開那個奧迪TT 你知道多麻煩 我把車鑰匙 放到後面一關了 我請一般的人幫我開 他說這個沒辦法開 因為他有訪 他說因為他是訪一個 所以他很難用 但是他說我有一個師傅 但他一出來要六千塊台幣 那我怎麼辦 因為在趕通告拍戲下一場 所有的劇組都走了 只剩我跟副導 就副導陪我 然後我說那你師傅可以來嗎 因為我要趕到下一個場景 他就來了 3秒 他開了 開了之後 然後我就拿了 天啊 我錢包只有700塊 然後 我問副導演有錢嗎 他身上也沒錢 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說不好意思 我只有700塊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六千變700 對 我就有賺到 但是就是說 他要看他的程度 就是不一樣的師傅 就是他開法就是要玩 其實你只要急 就是貴 對 因為那師傅也急著走 因為隔壁郵局的ATM他也要去打開 你知道聽起來好危險 那馬上偷車 車就可以被偷走了 所以我們全台灣是鎖匙 其實現在鎖匠第一名 鎖匠都是登記有案的人 對 是這樣子喔 對 不是說他做壞事不是 你有沒有看拖車 就是你去看那個拖車 他們只要把廁所打開1.5秒 都就開了 對啊 對 太強了吧 是 那還有其他國家收費很貴的嗎 有 比方說像台灣 我們在台灣你鎖匆 或者是你車子拋錨 找那個拖掉 道路救援來 很多都是不用錢嘛 對 你保險裡面就好 前面20公里或30公里不用錢 對 送水送油送電什麼的都有嘛 然後你超過才按公里計算嘛 那我之前去澳洲 那澳洲他們在博斯那邊 他們是比較多會開船 有一個湖泊 然後我們去拍攝 拍攝完以後 然後開船回去的路 去回港口的路上 船因為退潮 所以卡到沙洲 那我們就 整個馬達已經動不了了嘛 想說那怎麼辦呢 已經六七點 那個時候我們也不能等了 已經弄了兩個多小時 離不開那個沙洲 那我們就打電話回那個港口 請港口的人說 那有沒有辦法派船來 把我們拖一下 拖回港口 那他講說 我們沒有這個服務 但是他有認識的 就是旁邊 私家船就對了 對…開這種服務的 那我們說可不可以 他說好 那就幫我們打電話過去問 他想說 那他有一對父子 願意下了班後 但願意出來接這個Case 但是比較貴一點 然後我們想說 好沒關係 貴不了多少吧 然後我們就說OK 他就開快艇來 他開 其實從港口到我們那邊 大概五分鐘 快艇很快就到 然後他來以後 看看我們的引擎 沒問題 引擎沒問題 他就綁了三條繩子 在我們船頭 然後把我們從沙洲 這樣拖出來 距離大概就是我這邊 大概到你們背景 這個距離而已 就拖出沙洲 拖出沙洲以後他就上船 沒問題了 然後把繩子收一收 結果他就先走了 然後我們想 怎麼沒跟我們收錢 該不會是免費服務吧 我們就把船開回港口 然後還給那個船家 然後那個船家就講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們等一下 結果另外給了一張單子 請款單 因為他不給我們 他直接給那個船家 請款單就給我們600澳幣 他不是把我們拖回港口 他只是把我們從這邊 拖離開沙洲 讓我們自己開回去港口 600澳幣是多少台幣 1萬2嗎 那個時候1塊澳幣 大概是27.28台幣 對 就這樣拖出去 然後他就走了 就600澳 如果他一般白天服務的話 1萬2萬 對 他如果一般正常白天 上班時間的話 大概200到250 可是因為他下班 他5點下班 你要額外的服務 他就額外charge 我在台南的時候 我們去了帕山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在那個山上 山上 山上 對啊 那個摩托車沒有辦法動 然後我給那個 我給那個修理人打電話 他們來了 我就要付200多塊 可是如果200多 對 這個非常便宜 可是如果這個情況 在德國發生 你應該要花兩千多 你這樣講我就突然想到 我們有時候開車子 不是輪胎會破一個洞嗎 對啊 你有時候就是去輪胎 你說你要補胎 補胎 你就看他很辛苦喔 把整個輪胎拆下來 然後開始泡在那個肥皂水裡頭 他要開始找哪裡有洞 找到哪裡有洞之後 他拿那個橡皮籤 然後把它擦進去 完了之後再把那個整個輪胎放上去 你就想說這樣可能要5 600 結果你就說多少錢 100 對 差不多 他要做這麼多事情 他只收你100 請問一下在國外 如果補一個輪胎 要多少錢 要幾千塊 補一個 就是補一個洞 要幾千塊 幾千塊 巴西呢 巴西我覺得大概600塊吧 600塊有這麼便宜 600塊啊 差不多吧 真的喔 那德國呢 6千 6千 對 差不多啊 真的 6千啊 我是沒有經驗 但是我覺得一定有2 3千塊 一定有 因為在國外其實 我們講的O2黑手 是一個很專業的 對 對 你知道他們 歐洲 澳洲 就是你可以靠著黑手這個技巧 我朋友就是 原本在台灣只是一個O2 然後家人都覺得他賺不到錢 他靠這個技術 然後他去澳洲打工遊學的時候 他們師父把他留下來 拜託他留下來 然後給他移民 對 因為O2移民 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